长男词该怎么去拼读 怎么去记忆 今天我来教你三步拼单词法 首先看到一个单词 要第一步先找到语言音 这个单词有几个原因 给它找几个原因 咱们找完之后 发现这个单词总共有三个原因 找完原因之后 先干一件事 画音节 注意画音节的时候 注意一下 这个单词因为比较长 咱们首先把这个单词的后缀 给它画出来 后缀怎么画呢 先找到最结尾这个原因 找完之后 往前拉一个辅音 画在一起 如果后面还有辅音 直接全部都给它画上 这是第一个音节 这个后缀属于咱们的音节 标1 标上序号 然后往前看到一个原因 往前拉一个辅音 这是第二个音节 找到原因往前拉一个辅音 这是咱们的第三个音节 这个单词总共有三个音节 注意标序号的时候 一定从后往前来标1 2 3 如果有三个音节 重音就在3的位置 如果两个音节 重音在2 如果有四个音节 重音还是3 重音动作 注意 若音在读的时候 注意一下 字母I 在若音上 它就读作 A的音 读作 就读它的短音 好 注意字母A 在后阵上 咱们之前说过了 它的肚子空空 在后阵上 又饿肚子的 读作 勒勒身后没有语言音 所以说勒勒要发 哑巴音 读 好 连起来 注意重音 网上提 读作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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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B CAP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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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